第三題下表為N++廚房電器的資料 N++買了一條規格110伏特15A的雙孔插座延長線 請問他在此延長線上 若同時使用哪兩種電器時 會有安全上的顧慮 題目所說的安全上的顧慮 就是我們的總共的電流會超過15A 題目上給了電壓給了功率 那麼怎麼樣求電流呢 那我們知道公式是P等IV 所以我們的果汁機 我們的功率是550 我們的電壓是110伏特 所以算出來電流是5A 所以果汁機的電流有5A 那麼抽油煙機 那麼220 然後110乘以電流 電流就是2A 所以抽油煙機電流有2A 微波爐 那麼他是121的功率 然後電壓110伏特 算出來功率呢 就是11A 所以這個微波爐的電流有11A 電鍋呢 880 然後等於110乘以電流 電流就是8A 所以電鍋電流有8A 那麼烤箱呢 他們是1320 然後等於110乘以電流 電流就是12A 所以烤箱電流有12A 那麼誰跟誰加起來 會超過我們的15呢 我們發現我們的微波爐的11A 加上我們的果汁機的5A 那麼就變成16A 就超過了15A 所以就有安全上的顧慮 所以第三題問我們說 若同時使用哪兩種電器時 會有安全上的顧慮 我們答案選的是B 微波爐果汁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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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